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来讲海流 还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黄色小鸭吗 它其实本来只是一个小朋友在洗澡的时候的塑胶玩具 后来成为霍夫曼作为公共大型装置艺术的一个灵感的来源 这个故事要从1992年的时候开始说起 1992年的时候 有一艘从中国前往美国华盛顿的中国籍货轮 在太平洋上遭遇强烈的风暴而发生船难 当时船上有一只装满了塑胶玩具的货柜掉进了海里 那只货柜里面装满了黄色的小鸭 蓝色的乌龟 还有绿色的青蛙 而黄色小鸭是当中数量最多的 其中有一匹鸭子 在几个月以后抵达了印尼 澳洲 南美洲 还有夏威夷 其余的鸭子则继续缓慢地朝向北边前进 后来他们在俄罗斯以及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上面遇上了大量伏兵而被困住 这一匹鸭子舰队后来突破困难 终于进入了北极海里面 过了14年以后 连在英国的海岸上都可以看到这一匹鸭子的踪迹 利用像黄色小鸭这一类的海面上的漂流物 科学家可以用来追踪出表层海水它的流向和流速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小鸭在海面上漂流的路径并不是直线 而是有点绕圈圈的途径 像这种可以带动海洋表面上漂流物的洋流 我们称呼它叫做表面海流 全球的表面海流大概可以分成暖流 以及粮流两种大类 这些洋流主要的驱动能力是被风所驱动的 所以又叫做风吹流 风吹流它的流向和流速大致上全年是固定的 不会因为季节而改变 而它所能够影响的深度 一般大概都在1000公尺的水深之内 一般来说 这种由风所造成的洋流 与当地所盛行的风向的方向并不会完全相同 如果是在北半球 我们可以看到 北半球的洋流流向会略为 和当地的盛行风向相比偏向右边 而在南半球则会偏向左边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与风吹动海面所造成的驱动力量 地球自转所造成的可视力 以及海水和它更深层的海水之间比 结果是有相关性的 从全球洋流的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般来说 在北半球的洋流 大致上是以顺时针的方向在运动 而在南半球的洋流 则倾向以逆时针的方向来运动 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在大洋中 西侧的洋流一般都是较为温暖的海流 全球表面洋流的驱动源头 可以追溯到赤道地区 赤道地区里面中宁盛行的东风 强盛地吹动海面 推动海面进行运动 形成非常强劲的北赤道洋流 以及南赤道洋流 在三大洋区里 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这些洋流 在大洋的西侧地区 就开始转向高尾 受到可视力以及地形的影响 形成非常非常强劲 而且温暖的洋流 例如黑潮 这些温暖的海流 在中纬度地区 受到西风的影响 开始转向东方运动 形成了一个由西向东的海流 例如像是北太平洋洋流 以及南半球的西风漂流 这些海流继续运动 最后终会受到可视力的影响 而向高纬度地区 转向低纬度运动 最后就在大洋的东侧地区 形成了一股凉流 例如像是太平洋北部的 加利弗里尼亚洋流 以及在南半球的秘鲁洋流 台湾最重要的海流 就是来自赤道地区的黑潮 这条黑潮流进台湾的东部海域 它是一股非常高温 而且非常高岩的洋流 由于它当中海水所含的杂质很少 与周围的其他海水比较起来 看起来颜色比较深 比较黑 故而得名 黑潮的宽度大约是100到200公里左右 深度大约有1000公尺 它的流速相当快 每秒钟可以流动大概1公尺左右 这样的流速 对于许多海洋的生物而言 是相当快的速度 因此对于许多大型的回游生物 它们都会利用黑潮来作为一个 快捷的回游高速公路 例如像鲨鱼 鲸鱼 鬼头刀 鳍鱼 甚至是某些鲸豚类的哺乳动物等等 都会利用黑潮来开疆拓土 散播子嗣 黑潮经过宜兰外海 及东北部彭加予地区 受到海底地形突然变浅的作用 水体被迫向上流动 并将海底深处的营养盐 带至海水表层 形成永生流 由于海洋表层的营养盐较少 故永生流地区 常常会形成非常重要的渔场 黑潮在台湾的南方 有一股不分季节 都会进入台湾海峡 或者是进入南海里面的支流 不过台湾海峡整体的流况 依然会受到季节季风的影响 在冬季的时候 东北季风盛行 会将东海地区的冷水 向南边输送 流进台湾海峡里面 这一股洋流 我们称之为中国沿岸流 台湾冬季盛产的乌鱼籽 就是在冬至前后十天左右 乌鱼会随大陆沿岸流南下 到达台湾西部外海 此时正值乌鱼产卵的季节 乌鱼卵巢肥大 可制作成乌鱼籽 夏季时 西南季风将南海的暖海水 往北带入台湾海峡 称为南海海流 台湾四周都有温暖海水流过 使得全台各地温暖 潮湿 海流除了与渔业密切相关之外 还具有调节气候的功能 从台湾冬季及夏季的海水表面温度图 可以看到 台湾东部及南部的海域 由于黑潮及黑潮支流流经 东部的海水温度差异大概只有三度 但是反观台湾北部的海域 温度的差异可以达到六度 另外 例如像在北极圈里面的西尔克内斯港 虽然它位在北极圈极圈之内 但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的流经 使得它即使到了冬天 港口都不会冰封 这使得它在军事上非常有价值 海水除了表面海流外 还有因密度造成的垂直方向的运动 此种海流称为密度流 如温延环流 此种海流的流动速度缓慢 时间尺度为数百年到千年 当北大西洋暖流在向北流动的过程中 因热量释放至大气中而逐渐变冷 加上中纬度地区旺盛的蒸发作用 使海水的沿度增加 故此古海流来到格陵兰及冰岛附近时 变得又冷又闲 与当地海水相较密度较大 开始下沉至深海 沿着海底缓慢向南大西洋流动 形成北大西洋深层水 一直到大西洋南部 与南极海域的低温高沿底流汇合 这些深层海水一部分绕过非洲流进 印度洋后上升 另一部分则继续往东进入太平洋后 与白令海峡附近才上升 这些上升的海流最后会加入全球的表面海流 再回到北大西洋 温盐环流它的流速缓慢 但是水体非常庞大 可以输送极为大量的能量 更重要的是 全球有95%的二氧化碳都溶解在海水里面 这其中有91%全部溶解在深度100公尺以下的海水当中 所以温盐环流是整个地球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碳储存库 它的流动速度虽然缓慢 但是对于整体气候影响却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2006年上映的电影《明天过后》 就是在描述这种北大西洋洋流一旦消失 会造成的全球冷却的现象 以上就是海流所有的内容 你觉得有趣吗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